下面我们以典型手机为例 介绍一下手机开机及电源电路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我们看 在这个典型手机电路板的顶端 这是电源启动开关 它用以控制手机的开机和关机操作 往下 这里 这个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就是微处理器 它是整个手机的控制中心 在微处理器的斜上方 我们看 这里有一个集成电路芯片 这是稳压控制集成电路 它的作用是将电池送来的电压 在微处理器的控制下进行稳压处理 然后 为手机的各种电路供电 因此 这个集成电路也被称为电源管理芯片 在稳压控制集成电路的旁边 这是时钟显示精震 它的震荡频率为32.768千赫 它主要的功能是产生时钟信号 并传送给微处理器 为手机提供时钟基准信号 在微处理器的旁边 这里还有一个集成电路芯片 它是充电控制集成电路 当手机充电时 这个集成电路便会在微处理器的控制下 进行充电检测和充电控制 往下 我们看 这是手机电池的引脚触点 当装上手机电池后 电池的引脚触点便会和电池接口处的这个触点 相接 然后 3.6伏的电源电压便会送到 稳压控制集成电路中 当用户按动手机顶部的电源启动开关后 开关的两个触点接通 便会发送一个启动信号 当稳压控制集成电路接收到启动信号后 稳压集成电路便会进入工作状态 并向手机其他部分电路供电 例如 为 微处理器提供供电电压 为 射频信号处理集成电路提供供电电压 当 手机需要充电时 充电器接头 插入到 手机充电器的接口 充电接口就会发出信号 到达 充电控制集成电路 我们看 这是充电控制电路的工作原理图 我们看 我们看 送来的充电 充电启动信号 加到 充电控制集成电路的四角 然后 由 充电控制集成电路的六角 输出 充电驱动信号 使 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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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电器管 Q305 导通 手机电池 便开始充电 下面 我们具体看一下 手机充电控制集成电路的内部结构 可以看到 充电器送入的直流电压 加到充电控制集成电路的三角 作为充电控制集成电路的电源 六角 这里输出控制充电晶体管的信号 充电晶体管的集电机 接 手机电池的正极 集成电路的一角 为充电晶体管供电 同时 手机电池的电压 会加到集成电路的五角 作为手机电池电压的检测信号 当 手机电池没电的情况下 我们看 六角输出的驱动信号 使得充电晶体管导通 一角 一角 便会输出 电流 为 手机电池 供电 实现充电的过程 当 当手机电池电压达到额定值时 我们看 由五角 由五角 送来的 检测信号 经 电阻分压 将 取样电压 信号 加到 电压 比较器中 然后 与 基准电压 进行比较 当 取样电压 也就是 当前检测到的 手机电池的电压 高于 基准电压时 电压比较器 便会 输出 低电瓶 这个二极管 便会导通 二极管导通 这里的 电压便会降低 六角 外接的 充电 晶体管 截止 停止 为手机 电池 充电 另外 我们看 在 充电控制 集成电路的 内部 还设有 温度 及电流 控制 检测的 控制电路 这些电路 能够很好的 对手机 起到 自动控制 和自动保护的 目的 电路 这些电路